普京去打烏克蘭的方式是跟中國打台灣 想定是一模一樣的 在前期用飛彈做所謂點穴戰 把所有基礎設施打掉 然後大量的勢批一次突進 然後必其功於一億 製造既成事實 我跟你講如果今天前面48小時或72小時 烏克蘭投降了 西方世界根本沒有介入的空間 這件事情如果流亡了 對 而且美國還拱 他說我專機讓你走 美國還拱 他說我現在不需要搭便車 對 我需要是軍事援助 難道美國是一種測試嗎 測試你有沒有覺醒 看你有沒有覺醒 老美是這樣的 你如果自己都要放棄你的國家 我沒有必要幫你的國家打仗 我怎麼可能叫美國人幫你的烏克蘭去流血 好 它前面沒有造成繼承事實之後 後面援助就來了 所以台灣也要注意 因為渡海也是一樣 48小時如果我們沒有守住 變成繼承事實的話 發現老美想要進入都不行 另外一件事情是你看 俄羅斯這次很多軍隊進入到大城之後 又被打退 為什麼 因為他的後勤跟不上 中國如果打台灣後勤更難 因為有台灣海峽 我舉例就讓他們渡海 一萬個人上台灣的攤頭堡 然後進入到巷戰的時候 也是被我們殲滅 可是因為這一萬人後面要吃 要喝 要拉撒 全部都沒有 因為台灣海峽裡面的後勤更困難 所以說這些事情其實我覺得 台灣都在看 那最後政治意義是習近平也在看 如果普丁在這次疊一大礁 而且國內經濟民不聊生話 我認為習近平就會摸摸 他拚掉了啦 摸鼻子想說算了吧 先過一陣子再說 這件事情其實大家都在看 所以說為什麼我們那麼努力的 不管是援助烏克蘭 或是幫烏克蘭加油 因為其實這某種程度代表了 未來世界格局的轉變 那這東西其實台灣當然是站在自由民族這一邊 這個習近平學到什麼 我認為習近平這個事情給習近平打臉 普丁到北京去參加冬奧 兩邊簽了一個中俄聯合聲明 普丁絕對沒有跟習近平講說 我要打烏克蘭 所以而且中國的情報的判斷是不會 所以他所有的設定 所有的想定都是在 不會爭打的前提之下做的 結果除了中國的意料之外 好 那這個事情 中國最希望看到什麼 不要打或者是數戰數決 幾天就攻戰了 然後這個責任士就被推翻了 然後結束 因為中國在烏克蘭有重要利益 而且他希望俄烏之間兩邊都平衡 兩邊不得罪 結果現在糟糕 最差的狀況就是中國 對中國來最差的狀況就是現在狀況 就是陷入焦土戰 而且看起來烏克蘭還有翻盤的機會的時候 當然俄國的軍事實力很強 所以俄國到底出了多少的利息到目前為止 後面還有多少現在的說法眾說紛紛 但是現在看起來顯然烏克蘭的澳元來了 所以這個戰爭純粹就軍事上也會要一段時間 更何況是外交斡旋 那中國走也不是又也不是 結果就非常困難 就嘴巴上講說是尊重主權領土完整 然後嘴巴上講說跟烏克蘭有利益 對尊重這個俄國的立場 可是實際上現在中國處在一個最為難的狀況之下 很難處理這個事情 有人說中國其實搞不好 到時候老美西方也需要中國去斡旋 我不認為如此 我不認為中國在這個事情上面有什麼力道 有什麼意願或有什麼身份 去跟西方國家跟俄國之間在斡旋烏克蘭的事情 所以現在處在一個狀況之下 我認為習近平也學到教訓了 我認為中國也了解說 這些事情可能不是他可以碰 也不是他想碰的事情 對台海的事情更有很深的意義 這個我們待會可以繼續來說 但是我認為看起來現在的局勢 西方國家知道印太的重要性 台海和平穩定安全的重要性 不會因為烏克蘭的發生戰事而忽略了這邊的重要 而且相反的是對於印太的安全 對於台海的安全更加重視 而且有更多的承諾 這一件事情搞不好會變成了第二個韓戰 大家記得韓戰在1950年的時候 美國就進來協防 那整個的態勢 台海的安全就維穩了 那搞不好烏克蘭的事情會變成第二個韓戰 這個我們還要繼續看下去 他用全球金融建民 經濟學用這樣在形容它 可是你以為這件事只有嚇到俄羅斯而已嗎 不 中國也在看 中國也是嚇到 因為在之前你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俄羅斯包括普丁在內 一定沒有想過 自己會被踢到SWIFT的這個系統之外 所以你看之前本來德國也是不願意的 尤其是你如果持有俄羅斯的債券的話 你要想一件事 俄羅斯對外的欠的錢 俄羅斯的國債發了也大概6000億左右的規模 這6000億你跟人家借錢 你是不是要付利息 可是你現在付利息 付的是美元的利息 你付不出來嘛 因為現在就是沒有辦法用美元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你看歐盟本來很多國家不願意 因為你知道俄羅斯借錢最大都是誰 我告訴你 借錢給俄羅斯最多是法國人 所以現在法國等於利息錢拿不回來 你知道嗎 可是現在歐盟這些國家拼了 我拿不回利息錢 我也是要把你從SWIFT踢出去 因為他就是要讓你受到制裁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俄羅斯的經濟怎麼可能久秤 普丁賭越久對於這個俄羅斯的企業或是俄羅斯老百姓來講 痛苦就越久 通貨膨脹的壓力就越大 但是同樣的狀況你去想一件事喔 之前為什麼這兩天中國看起來會剉 但是因為俄羅斯的外交部發言人在問到你還剩下什麼朋友的時候他說就是中國嘛 那你也看到一件事情啊 中國在這次俄羅斯在發動戰爭之前 給了俄羅斯經濟上的支撐嘛 第一個是我們看到石油對不對 那普丁在東澳之前跑去簽了大單 然後呢這個單誰買單 中國買單 所以你中國等於是拐個彎支持普丁的軍費嘛 那第二個你看 在開戰之前 中國另外買單了什麼 買單了俄羅斯的小麥 所以石油跟小麥都等同於是你中國拐個彎在支援俄羅斯軍費喔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你看美國跟歐盟也都盯著看你中國接下去還要幹嘛 如果你中國也被列到SWIFT裡面去的話 你看要發生什麼事情 中國受不了 所以你看這個中國的兩大國營銀行主動切斷對俄羅斯企業的交易 你看中國工商銀行海外部門停止簽發採購俄國大宗商品美元計價的信用狀 所以你看中國的銀行自己都知道自己要跑要買單 所以很多中國小粉紅還在網路上說 我們要支持俄羅斯 然後烏克蘭被打剛剛好 然後結果你看到在中國自己的國營很誠實 就嘴巴跟著小粉紅嘴炮 但是身體很誠實 不能受損失就不能損失 所以你才看到一個很尷尬的情況 中國駐烏克蘭當地的大使館 之前還很高興的告訴大家說 哎呀 你們開車出去貼中國的國旗就可以了 結果因為你們小粉紅亂嘴炮說人家烏克蘭妹子的事情 導致你們在當地在烏克蘭出現了排華行動 所以現在中國駐烏克蘭大使館趕快發一份新的聲明出來 之前還可以出去說你一定要貼中國國旗就好 現在是請中國在烏克蘭的僑民千萬不要外出 因為隨時有可能被攻擊的危險